老师 各位大德 各位同修 今天我们就开始讲序分当中的这个叠序 经文呢 我先念一遍 儿子 佛告 长老 舍利 佛 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徒 由世界明月极乐 极图由佛 号阿弥陀 今现在设法 刚才念的这一段 都是别序 别序呢 有两部分 就是前面那一句 儿子 佛告 长老 舍利 佛 这也是一部分 后面呢 从事西方 一直到今现在说法 是一部分 这个 我们上回讲到那个 无量诸天大众句那里为止 以上呢 就是从那个以上呢 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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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就是普通的 文句话说 无论哪一部经 都是要具备那六种条件 就是信 文 史 独 处 众 这个就前面都讲过了 这个六种条件都具备了 这个法会呢 才能够算是完成 各件都是如此 其实各件都如此啊 那叫做同序 那么现在这个别序呢 儿子 儿子指的是什么 就是啊 同序那些的 在会的大众 这个佛 实现地点都具备了 大众也都是坐定了 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呢 佛告长老舍利佛 舍利佛前面十六位 跟者之中的首要的 因为他是智慧第一 那么这里就是佛告长老舍利佛 在一般的经 前面那个同序之后 那么接着呢 按照这个规矩啊 就是这个在会的大众之中 有一位佛的大弟子就出来了 前佛来说法 这是照例的 有这个规矩的 那么这部经呢 没有 没有任何人 起来啊 提前佛说法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各位可以看上会发的那个讲表 那个讲表里面呢 也许发起啊 也许发起就是发起这会中 应该有一个 有一位会听动来发起 提前就是发起啊 但这里没有发起的 没有发起的啊 这是为什么原因呢 各位看下这个表里面呢 这叫不问自说啊 这个按照这个大制度论里面讲 佛全部的经啊 一共有十二部分 十二部分这个经之中 第十类 这印度文的名字叫做尤托奴 尤托奴的意思就是自说 就是没有别人提醒啊 佛自动的来说这部这个法 这叫做尤托奴 那么这部经 佛说奥弥陀经啊 就是尤托奴 就是无问 没有人问 而佛自动的来说 就是这一部的 那么佛为什么没有人提醒 自动的就说这个法门 因为佛啊 这个想到 说了很多的法 那么这个法 这个无非呢 是叫众生啊 一部是了分段生死 就是初世间呢 了生死 在最后的呢 目标啊 就是要成佛 成佛当然了 是最最后的目标了 最这个最先要达到的 这就是了生死啊 也不简单呢 了生死 比如说正罗汉嘛 也要修多么长呢 到人家升到天上 天上又到人家 来来回回的啊 生生死死 要经过七番生死 而且必须要 断了这个见死活 这才能够啊 达到了生死的目的 但是这个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就不容易啊 那么除了之外 再讲到成佛了 就更难了 佛呢 为了要想一个 使众生啊 那个很快就能够 达到疗生死这个目的 这个在佛这个 这方面来讲 他为了度众生啊 很急切的 他的这个慈悲心 也可以说非常的神奇了 妻婆的要 使众生啊 赶快就能够得度 那么因此呢 不必等弟子来提醒啊 佛就主动地就说这个法门 再说 为什么没有弟子来提醒 因为这一部经 就是这个法门 是特别法门 那么这个特别法门 特别在哪里呢 就是按照一般的经 就是一般的法门呢 就是普通法门呢 普通法门 八万四千 那个普通法门呢 都必须要断佛了 断见死活 才能了生死 那么要成佛 那就是说 这个一层一层的 断见死活 断沉沙活 断无明 全部都干干净净了 才能够成佛 而这个法门呢 特别的 那么就这一生 就能够了生死 了生死到西方极乐是 一到西方极乐就是了生死 就是亡神极乐 这是一个 一亡神极乐就了生死了 那么到了极乐时节呢 成佛也非常快 在我们这个时间 要成佛 要三大额生七级 时间那么遥远 说极乐时节 也是一生就成佛 不要那么遥远的时间 所以特别就特别在这里 意思是这么特别 所以这是一个经啊 它是个男性之法 很难叫人家 相信 这个男性不是指的 普通人呐 而是指的什么呢 指的把就是一般的法门 都明了了 这些人 这些人 他认为啊 你这个特别法门讲的啊 因为那个普通法门那个理 那个法 完全不同 所以他不相信 所以这个不接呢 叫男性 即使男性的话 就没有人提前 因为他这个理啊 太太深奥了 那么因此佛呢 土地呀 没人提前呢 他自动地说 那么佛自动地说这个法门 也不是随便的啊 佛自动地说这样大的智慧 他要看清楚 来的这个 这些会 到这个法会来的这些大众啊 他要观察清楚 观察清楚什么呢 这些所有的大众 从这个大弟子 大菩萨 以至于诸天大众啊 都是机缘成熟了 佛是观察大众的根基啊 这些大众过去 都与幸福 都与念佛法门有缘的 现在机缘成熟了 所以说这个法门 在这个佛在世 那个时候就是如此 那么再讲到后来 以至于现在 我们说 现在是释迦摩尼佛 这个佛法末法时代 佛除了看当时的这个 大众的根基之外 一直观察到末法时代啊 在末法时代 就是我们现在啊 唯有这个阀门 才能够很快 很快到什么程度 就在我们这个短短的这一生 这几十年之中 就能够疗生苦 能够解脱 除了这个法门呢 其他哪一个法门 都不能够一生啊 就能够成就的 只有这个法门 而这个法门呢 能够学这个法门呢 无论在哪个时代 正法也好 相法也好 现在这个魔法也好 也都是过去是 与这个法门有缘的 换句话说 都是与阿弥陀佛 有了缘分啊 才能够学到这个法门 所以佛观这个 大众的根基 才制作这一步法 这个法门妙在什么地方啊 特别在什么地方啊 他虽然他这个道理 那么深奥啊 可是呢 要学这个法门呢 最高的智慧 或者最这个智慧最低的 上中下各种根基的人 都能够学 那么这个就是说 这个像这种这个高声庙的 这个庙法呢 普通人不了解 不相信 所以啊 告诉呢 儿时佛高长老舍利弗 必须告诉这个 在大地子当中 这个智慧第一的 舍利弗长老 唯有他能够啊 这个 彻底了解这个 这个法 为什么他能够彻底了解呀 前面那个独死独间呀 舍利弗过去也是成佛的 他是来做影响众 他是道家慈航的 就是告诉他 那么下面那一段 就是在这个经科判里边呢 就是这部经历三大纲领 就是这个表里边说是 先利三纲啊 这个这是讲先利三纲呢 比较好懂一点 这佛经里面的诸解呀 用俗语啊 就叫做科判 科判我们现在一般人说是科学啦 科学呀 其实佛经呢 这个文字这个理论 无处不是早就有了科学了 分得清清楚楚的 叫科判 科判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学家呢 讲这个章法 文章有一章一章的这个 讲这个段落章法 那么佛经叫科判 科判的话 那么这个部经呢 先要看出 从这个经文的这个 研究 研究这几句话 就是这部经的三大的纲领 三大科 这三大科呢 一个是讲医报 一个是讲数法 一个是讲这个正报 这个 这个三 为什么说它是三纲呢 后边的经文呢 都是在这三个范围之内 详细的来讲解它的内容 这个 三个纲领呢 在经文里面 同时西方 过十万亿佛图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三纲的名词啊 一个医报 说法 正报 这个名词先说一说 那么经文列的是 医报在前面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为了这个说话 这个字序啊 先讲这个 这个正报 那么先说这个报 报是什么呢 我们就知道啊 这个因缘 谷包啊 反正是有银 有缘 因也呢 然后啊 再 接了果 就 果报 就那我们 众生来讲 我们众生呢 过去 这个 做的任何 善业 恶业 本来 天业 世间万事万物 都是有阴影果高啊 所以就专注我们众生呢 本身来讲 我们众生过去 到底是什么业 现在就得的什么报 什么报呢 最主要的 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 比如说我们 到了个人家来 我们成了一个人 成了一个人 什么叫人呢 我们说有个人的身体啊 这个人的身体啊 就是我们人到众生的一个正报 众生的形状都不一样 我们人呢 有人的身体 出生道 有出生的身体 那个 其他各道啊 都有各道身体 那么这个都是正报 六道众生的正报都不相同 这个正报 所以不相同啊 就是因为造的业不相同了 业就是因啊 所以这个 了解这一点 我们修佛的人呢 一举一动 不能说是 那个 恶业是千万不能造的 这一点呢 我们也了解 再说呢 一报 一就是依靠啊 比如说我们众生有了正报 正报 你说正报 总要有一个 一个依靠嘛 依靠什么呢 总体一讲 我们在这个世间呢 这个地球 这个大地 就是我们一个依靠 依靠啊 我们任何一个众生 不在这个 这个大地上 可能是悬空 在半空中啊 那么这是 一个世界 这个苏波世界 这就是我们这个 遗报 这就是一个 大的方面来讲 你在这个 很详细的分呢 这个遗报 同样我们在这个 大地上 同样在这个大地上呢 有的住在这个 这个气候啊 这温带 有的在寒带 有的在热带 那么还有呢 是在那个那个 我们现在这个 造的那个空气啊 有污染的地方 有的是空气 很新鲜的地方 这都是 这个遗报的不同了 再讲到这个 我们我们众生的 衣食住行 吃的东西 穿的衣服 住的房屋 这一切一切都是 遗报 那么 那么正报固然是不同了 遗报也更是 这个千差万别 更不同 那么这些遗报啊 也都是根据 我们众生 过去造的那个夜啊 过去的音乐呢 然后现在 才得到这个 现在的遗报啊 了解这个道理 我们处在什么环境 处在什么环境 不要 好环境也 值不得自己 得意什么欢喜 不好的环境 自己也不要气愤 继续自己 反省 这个环境是我们过去 自己的这个造的 现在才受这个报 人为现在不好 不好可以马上改变呢 就转了 转这个 过去的夜已经造成了 现在马上就转了 转到将来 更好 这就是遗报啊 详细地讲 那就是 非常非常多了 也就是同样的是 我们这个人道的 证报 遗报不同 那么出生到的是 比如说这个出生 出生到的话 你比如说 应该说是 我们人道的遗报 一定比出生到好的 那就不禁然了 说不定 我们人道的这个 还比不上出生到 你比如说 在那些 那些乐乎的地区啊 一个小孩子生下来 没有饭吃 没有衣服穿 饿死的还有很多啊 那么在这个 自由先进国家 科学发达的国家 那个小狗呢 一般叫小宠物呢 这些宠物 分下来 吃的东西 好得很啊 比那个人 那个贫穷的人 吃的东西还好啊 这不一定的 那么这就是 让我们要了解一下 这个报啊 无论是正报 是医报 那是各不相同 都是频道 每一个众生过去 是造的这个 善业恶业 才现在 才有这么一个报 再讲到说法 法呢 就是一种方法 这个方法做什么呢 佛地说这个方法 就叫人家觉悟 觉得最彻底 就成为大觉 那就成佛 那么这个说法啊 我们不要认为 这个有很多听众 那么有个人在那里讲 那就是说法了 那固然是说法 除了那个以外呀 世间的各种现象 没有不识说法的 那么要不然 那这个 二臣当中啊 那个 那个 披治佛 披治佛他看见 世间那个飞花落叶啊 自然界的现象啊 他就救到万伐无常 这就是法 所以我们这个了解说法呢 只要自己呀 肯用心 你在人类社会也好 自然界也好 任何一个现象 都可以说是 得到说法 得到这个法的一种体制 所以这个 尤其在这个基罗世界 在基罗世界这个法呀 后面经文里面有讲 不但是人用这个口的说啊 自身相为徒 无常都在说法 基罗世界是无常都在说法 我们这个世间呢 高山流水也在说法呀 那么就是我们自己 这个 懂得这个 这个 这个方式了 那么自己虽是肯用心了 国人也讲了 你也看看这个一花一草 哪里都是 都是说法 那么这个说过去了 那么特别是在基罗世界 哪个说法 你到了那个环境 那是无度不是法 那么 在基罗世界 无论是正报 医报说法 都是庄严 正报固然庄严 医报庄严 说法 同种是庄严 所谓这个 庄严呢 一个是在 这个精神方面的 那就是在道德方面的 一个是在这个物质方面的 无论就心理就物质啊 无处不是庄严 比如说在这个 在这个精神方面 在基罗世界的 那些 这个 佛不必说啦 大佛在不必说 凡是 往生到西方基罗世界的 众生啊 没有一个不是 道德非常高尚 心里都是清净 这就是庄严 那么环境在物质方面 后面那个经文一看就知道了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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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所以在 极乐世界这个三纲里面列的呀 哪一方面都是 正报也是庄严 依报也是庄严 塑法也是庄严 那么 这个下面 这个表里面列得清楚 各位自己看就知道了 依报庄严呢 就是有世界明月俱乐 那个俱乐世界就是依报庄严 塑法庄严呢 就是今现在塑法 正报庄严就是经文 叫人家 祈祖有佛号 阿弥陀 这三句话 那么我们再 再分析一下 佛告诉 水利佛之后啊 接着就说 从世提方 过十万亿佛土 这就是 从世 从这个世什么呀 世就指着这个 我们这个促破世界 就从我们这个 这个促破世界呀 西方 到西方 极乐世界 就阿弥陀佛的那个世界 从这个促破世界 到西方 那个极乐世界 中间 距离有多远呢 下面就说 过十万亿佛土啊 经过十万亿佛土 这么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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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